大家好,我是Ewin 今天我們來看看Sony WH-1000XM5 盒子就是這樣 打開裡面就會看到耳機 耳機後面這個位置會有一點線 有些3mm的線和充電線 因為我手上有XM4 可以拿一個XM4的盒子出來對比一下Size Size就是這樣 你會看到Size的分別 舊的這個外面還有一個網 裡面會有一些線 然後可以摺起來然後放進去 說到新的這個當然是不能摺起來 你會看到它的設計採用了一個全新的設計 怕你忘記了舊屎那個是什麼樣子 我們拿一個XM4出來看看 它就可以這樣摺起來 然後就可以變成一個Size 我這樣說可能會得罪部分人 因為我在街上已經看到很多人戴著XM5 但是我好老實說 我喜歡XM4的設計多一點 我就覺得這個設計比較帥 但是說到設計出眾一點的話 其實這個就是 你在街上看到很遠的地方 都可以認得出這一對就是Sony WH1000XM5 以前就是關節是這樣伸縮的 現在的關節就變成這樣伸縮的 除了關節和曲線有不同之外 我覺得最大的分別就是它的皮革 它整個皮革的材質都不同了 都是改善了 我稍後就會說到為什麼 這個是一個比較優良的設計 然後你看到它裡面的位置稍微大了一點 也都因為這個設計的關係 你戴上耳朵的時候 它的耳罩看起來就會好像大一點 然後看起來好像厚一點 它這個就拆散了有幾條曲線的設計 看起來就好像薄一點 小一點 但是這個一體化的設計 我覺得它是有一點影響到它的發聲 影響到它的音場 我們待會說音質的時候會說多一點 現在有兩種顏色 手頭上這個是黑色 另外還有白金銀色 遲些會不會像XM4那樣 出更多顏色給大家選擇 就不太肯定 因為它這個是全新的設計 而且整個設計的爭議性也很大 這條影片是由Surfsharp VPN贊助 最近世界性的運動賽事進行得如火如途 很可惜在香港有很多運動賽事 都不能免費直播 這個時候Surfsharp VPN就可以幫到你了 可以令到你上網的時候 假裝自己在不同的國家 看片、看劇、看直播 突破地區的限制 Surfsharp VPN的速度穩定 而且快 用Surfsharp VPN上網 就不會有任何人知道你上了什麼網 你現在用我這條link購買Surfsharp VPN 就可以有15折的優惠 是85%off 還送多3個月給你用 你用我這個優惠碼 真的比不用優惠碼 一個帳號訂閱 你喜歡多少部電話、電腦、平板電腦用都可以 你用得不爽的話 30天內也可以回水給你 多謝Surfsharp VPN贊助這條影片 戴上耳朵之後就是這樣 到這個時候大家出街都應該見過 右邊的耳罩有USB-C的充電插位 然後左邊的耳罩有主動降噪和環境聲模式之間的切換 然後有一個開關鍵和3.5mm的按鈕 在控制方面跟XM4的控制是一樣的 按兩下就是播放 按兩下就是暫停 數向上就會大聲一點 數向下就會小聲一點 數向前就是下一首歌 數向後面就是上一首歌 有一個功能很好用的就是 當你打開主動降噪和播音歌的時候 你可以找右手整隻這樣蓋著耳朵 它就會立即切換環境聲模式 然後把音樂調到很小聲 這是很暫時的一個狀態 只要你放開手的話 就會回復主動降噪和音樂原本的音量 這個有自動播放暫停的功能 隨下的話就暫停了 帶上去就會自動播放 總括來說 我覺得它右邊的觸控設計 比起上一代更加靈敏 但就有點太靈敏 其實上兩代都有同一個問題 XM3的時候有些人說太靈敏 然後到XM4的時候 就有些人說不夠靈敏 然後到現在XM5 我也是覺得有點太靈敏 即是你可能搭乘地鐵或巴士 上去扶手就會碰到 隔著一件衣服也會碰到這個操控版 然後很快就說一下APP 整體的設定來說 跟上一代都沒有太大分別 也有能力同時連接兩部裝置 但是打開這個設定的時候 就不能用到LDAC的編碼 在環境聲模式裡面 就有一個叫著重於語音 它就令你跟別人對話的時候 更加聽得清楚 然後也可以關閉主動降噪 或者環境聲模式 關閉所有音訊的處理 在這個情況下可以用到50小時或以上 也有一個很多人很喜歡的功能 叫做Speed to Chat 或者說話至聊天 說話的時候 它就會自動關閉主動降噪 以及打開環境聲模式 以及暫停音樂 然後在15秒之後 它就會開啟主動降噪 有些人會喜歡這個功能 Sony的耳機就有LDAC的編碼 聽歌的時候可以更加接近無損的音質 但不是每個手機都支援 另外我覺得可以改善的地方 就是希望它可以一邊充電一邊用 但不要緊 它充3分鐘的電 就可以用到180分鐘 那我們聽一聽它的音質 在這個情況下 我主要就會拿對XM4來做一個比較 它兩個耳機的聲音 那個音色其實都有點不同 我覺得XM4它的人聲 是比起XM5站得更加淺 但XM5給我的感覺就是比較平衡 然後就會說到它這個耳罩比較廣闊的設計 其實真的對比XM4是有不一樣的 主要就是在音場方面 你會覺得那個Soundstage更加廣闊 聽歌的時候會令到那首歌的樂器 你更加在四方八面向著你的耳朵過來 每一首歌中間的聲音 那個人聲 我覺得XM5是比較小聲了一點 然後因為XM4的音場沒那麼廣闊 就令到聲音比較集中一點 層次比較模糊一點 XM5的那個層次是比較明顯的 戴上XM4的時候 所有細節和中高低音都是感覺比較集中 總括來說就是音場比較闊 還有人聲我覺得是小聲了一點 比起XM4的話 即是對比起其他耳機的話 Sony的人聲表現裡面是非常圓滑、非常甜美的 然後我們說到主動降噪了 首先很明顯一件事 就是你會聽到XM5的主動降噪 在低音的噪音方面是隔走了更加多 XM4它都知道低音的含含聲是一些噪音 它都有消除度 但是消除的強度就不足夠 XM5它就改善了這件事 就消除了更加低音的含含聲 除此之外 整體減少的噪音 都是XM5比較多一點 我會說大概多5%至10% 不是很多而已 但是都可以聽到出來的 我們再用Apple的AirPods Max 做一個簡單的比較 用AirPods Max的時候 你會不斷聽到 它的主動降噪不斷調整 你會聽到那些車聲 街邊的含含聲 突然間又出現 突然間又出現 突然間又消失 我會說它的表現不太穩定 而且因為它的耳面 它不是皮革 也不是仿皮革 令到它左隔噪音的效果比較低 整體來說 噪音的音量也比較大 但是在中低音的噪音裡面 它消除噪音的能力是相當強的 即是它如果偵測到那些是噪音的話 它就真的消除到九成 我就覺得Apple有Apple的強項 但是它的左隔噪音的能力 都是不及XM5 有些朋友希望我測試了Bose的耳機 就令到外界進來你的耳朵的聲音 都有點不一樣 那個Isolation 那個左隔噪音的能力 都是比這個真無線藍牙耳機好 實際測試來說 Bose的主動降噪能力真的非常之強 它可以令到路面的車 經過條路的時候 車輪和地面會有一些摩擦等等 它經過的時候會有些聲 它令到那些聲音都消除了很多 但是當一些比較大聲的噪音 一些比較震撼的噪音真的出現的時候 Bose這對耳機的能力 就未去到那麼高 總括來說 XM5這種頭戴式的耳罩耳機 當然那個隔音的能力 是會比起Bose好的 但是我就覺得Bose的主動降噪技術 真的很厲害 我覺得大家可以留意一下Bose 下一對出的頭戴式耳機 這個主動降噪可能令人很驚喜也不行 而說到環境聲模式跟別人對話的情況來說 反而是側無線藍牙耳機的效果會比較好一點 因為它的耳罩擋了很多聲音 它的環境聲模式把外界的收音 帶到你的耳朵裡面也好 出來的效果也不太自然 但是因為XM5的耳朵有極大的進步 令到它的環境聲模式 收外界的聲音更加清楚 和更加大聲 比起XM4更加好 說到耳朵的話 我們就測試一下 Testing testing 你現在聽的就是 Sony WH-1000XM5 在室內所收到的聲音 Testing testing 你現在聽的就是 Sony WH-1000XM4 在室內所收到的聲音 Tes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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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ony WH-1000XM4 在室內所收到的聲音 另外我亦都在樓上裝修期間 就拿一些耳機出來試 Testing testing 你現在聽的就是 Sony W-1000XM5 在室內 又在樓上裝修的時候 所收到的聲音 Testing testing 你現在聽的就是 Sony W-1000XM5 在室內 在樓上裝修的時候 接著還要說 整個戴上耳機之後的舒適 每次戴上耳朵都是4個小時 3個小時 或者5個小時 除了耳罩大了 裡面闊落了之外 我就覺得耳罩有一個很大的進步 就是你戴得久的時候 你的耳朵不會很熱 XM4 它這個很密不透風 它那個散熱做得很差 就令到你的耳朵整個紅 然後很熱 然後會開始出開 XM5 我覺得它就改善了 但我有一個稍稍不滿的地方 就是我覺得 這個是XM4 XM4的頭帶 我覺得就舒服一點點 就是它有更多位置 更多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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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讓你可以頂住頭 也不會硬著 但是這個XM5 來說 它上面那個 雖然是闊了 但是 它的墊 其實是薄了 就是薄過XM4的這個墊 另外 也沒有那麼闊 就是窄一點點 這個位置 XM4 XM4來說 它的頭部 頭帶位置 就會闊一點點 XM4 就令到你頭頂的壓力 就少一些 XM5 我覺得 頭頂 就會帶來了 有少少不舒服 好像 戴著頭褲 這樣 在這一點 我很驚訝 它竟然是 有少少退步了 但是 耳罩 令到你的耳朵 舒適也很重要 你可以自己衡量哪些東西 更重要 要說的東西 也都說完了 就說到價錢 它是$3190 建議零售價 而對XM4 舊子的建議零售價 就是$2890 即是說 它是貴了$300 首先 XM4的用家 我覺得 真的沒有太大需要去升級 首先 它的主動降噪 我覺得它有一個級別的距離 但是 就不是說 差太遠 即是實際上 用起來 然後你再開著音樂 播放音樂 其實你還是聽不到外面的聲音 但是XM5的主動降噪 就肯定是現在 市面上最好的 頭戴式耳機主動降噪 另外有一點 很值得加分 就是用來講電話 XM5的麥克風 簡直是極大的進步 同時這個麥克風的進步 也帶動到 環境聲模式的進步 但很可惜 我自己來說 就不太喜歡這個設計 我很希望XM6的時候 它可能會重新考慮一下這個設計 我第一次看到的時候 我就覺得它有一點點參考了 Apple的AirPods Max 其實除了Apple之外 還有一些很特別 很帥的設計 就包括很久之前我試的那對Bose 700 設計上來說 我覺得那對耳機的設計 是很帥的 或者Sony的XM6 可以參考一下Bose 700的設計 中潔而言 這對耳機其實真的沒得輸 相信大家在街上都會看到很多人 開心使用中 這次的分享就到這裡 如果喜歡這條影片 或者這條影片幫到你的話 記得按個讚 如果想看更多的話 記得訂閱這個頻道 以及按旁邊的鈴鐺 我是Edwin 我們下次再見